众所周知,我国历史上的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,它就是成吉思汗建立的。由于当时的蒙古人只知道四处征战,他们的嗜好便是酗酒和女人对于治理国家,他们并没有什么能耐。因此,元朝只有九十多年的国作便被明朝的朱元璋给灭了。 然而,朱元璋灭元之后,针对遗留的数十万蒙古女人,她是如何处理的?点个订阅不迷路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元朝灭亡后,蒙古女人的去留问题引起了朝廷上下的热议对于这一问题。 有的人提出要全部除掉,毕竟蒙古人曾经作为作福,如今这些女人要为之前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,也有人提出这些女人手无腹机之力,将她们驱逐出中原即可。 在听到众人的意见之后,朱元璋说出了自己的决定,这些蒙古妇女如果愿意回到草原,点资助其路费,如果愿意留在中原,则要穿汉服,说汉语,并且必须由政府监督,只能与汉人男子通婚。 这个决定让众人大感意外,按照朱元璋很辣的性格,与元朝有着血海深仇的朱元璋一定会抓住一切机会。 对蒙古人施以报复,这一决定很明显是在优待这些蒙古女子,是什么原因让朱元璋做出这样的决定呢? 简单来说,朱元璋的这一举措有三大好处,首先,蒙古人虽然被赶回了草原,但是仍然在不断侵扰中原,企图反攻捣算,因此,明朝将士在建国初期,与元军仍处于交战状态。 而这些滞留在中原的蒙古女子,必定是这些援军的嫁眷,她们或许与家人之间仍有书信往来。 这些女子将自己在明朝受到的优待告知亲属后,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瓦解援军的斗志,从而在战场上取得优势。 其次,由于长年的征战,汉人的男丁数量锐减,在实行通婚政策之后,这些蒙古女子便会被同化,所剩下的孩子自然也会受到中原文化的教育,成为大明王朝未来的劳动力。 而且从长远意义来看,消除民族之间的仇恨要比加深仇恨划算得多,元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因此,为了化解和蒙古人之间的矛盾,朱元璋选择了放下个人恩怨,接纳这些蒙古女子。 从后来的事实证明,朱元璋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。 在这一政策下,大明王朝很快便恢复了国力,大明王朝也没有成为元朝那样的短命政府。 说到朱元璋,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两点,一是出身卑微,要过犯,当过和尚,也没有啥文化,其次是朱元璋脾气不好,说不好听点就太残暴,杀人如麻。 这一次的决策,让人们对于朱元璋的认识发生了改变。 朱元璋也是底层劳动人民出身,为什么心肠那么狠毒? 其实这两点并不矛盾,鲁迅说过,奴才当了主人,往往会比主人还要坏很多倍,历史上凡是出身卑微的人当了皇帝。 残暴这比较多,因为他原来受够了主人的气,肯定要报复。 再说,朱元璋没有文化,又恨透了腐朽的官僚统治,既不懂,也不想如何靠官僚治国,只能对内采取高压政策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其实朱元璋虽然对官僚集团的手段比较残酷,但对平民百姓却没什么苛刻之处,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体现了他的雄才大略。 我们从朱元璋处理对待蒙古女人的政策方针上,不难找到答案。 元朝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比较简单粗暴,后期由于自然灾害,修建工程,而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。 结果导致民不聊生,民怨沸腾,哪里有剥削,哪有就有斗争,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。 在此背景下,百姓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,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元朝的反动统治。 首先,韩山桐、刘福通、郭子兴领导的红金军起义爆发,拉开了反抗元朝统治的大幕。 郭子兴去世后,朱元璋接过大旗继续战斗,敲响了元朝灭亡的桑中。 在这前后,陈有亮、张世成、方国珍等也纷纷发动起义,加速了元朝统治的灭亡。 但与此同时,陈有亮、张世成、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之间也谁也不服谁。 大家互相攻伐,都想问鼎中原。 最后,采取高筑强、广基梁、缓称王战略方针的朱元璋得到发展壮大,战败陈有亮、张世成等各路起义军,统一了江南地区建立大明王朝。 他在建立明朝后,把矛头直指元朝统治者,颁布了御中原习,喊出了驱逐葫芦,恢复中华,立刚沉寂,救济私民的口号。 1367年11月,朱元璋命徐达为征武大将军,常玉春为副将军,率领25万明朝精锐部队开始了对元朝的致命一击。 这时候的元顺殿忙于清除一击。 大搞内斗,同时,他还信任朗玛僧人,把元朝的命运寄托在他们身上,沉沉于声色欢愉之中。 当年曾经远征欧亚,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蒙古骑兵,经过一百年的安稳之后,已经基本丧失战斗力,变成了一个直老虎,不堪一击。 明军势如破竹,很快打到了北京城外。 元顺殿早已丧失了斗志,大臣劝说他死守北京城,稳住阵脚,鼓舞士气的时候,元顺殿毫不掩饰地说, 我可不想向宋徽宗爷俩学习,当俘虏坐井观天,您想成为烈士的话,那就继续抵抗吧。 江山是皇帝的,皇帝都不想抵抗了,大家还为谁而战。 因此,元朝大军兵败如山倒,元顺殿及元朝大批贵族像丧家知犬一样望风北逃。 元顺殿只顾着自己逃跑,哪里还顾得上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蒙古后妃们,而且元顺殿后妃人数太多,都带走根本不现实。 元顺殿究竟有多少后妃? 元始终对顺殿后宫语言不详,没有一个确切数字。 时载顺殿后宫约千余人,又载顺殿公贫禁欲无忌,佩服人,贵妃印者,不下百数。 更深外使,还说顺殿令诸贫妃百余人。 接受大喜乐佛界,不管怎么说,顺殿的后宫人数是非常多的,贫妃有上百人之重,比明朝任何一个皇帝后妃人数多。 这么多后妃是不可能都跟着元顺的顺利逃跑的,那样只会影响元顺殿的逃命速度,只能不通知他们,趁着他们进入梦乡之后悄悄离开。 等那些嫔妃一觉醒来,他们的皇帝老公早就不见了踪影。 当徐达,常玉春率领的大军打到北京城下时,元顺队早已乱了分寸,他连自己的安危都无法保证,命悬一线,仓皇而逃,连自己的后宫女人都没能全部带走。 至于大批普通的民间蒙古女人,那就更是爱莫能助了。 这些女子无一例外,全都落到明军手中,成为俘虏。 除了在北京丢下一部分,后来跟元顺帝出逃上都和英昌的后妃也没有全部脱险,制政三十年,一千三百七十年,五月,也就是北京失守两年后,这些后妃在英昌被明军全部俘获。 然而,朱元璋却一改往常态度,他对蒙古女子的宽容政策让人没有料到,文武大臣都非常纳闷。 不得不说,朱元璋这项规定十分高明,是大智慧,是高屋建立。 其实,朱元璋为了维护明朝统治,在执政初期的民族政策也是非常开明的,明朝建立之后,朱元璋一改元朝统治者是达鲁的说法, 首先承认了元朝是正统,自宋运告终,地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,为天下主,其君臣父子及孙白有余年,明太祖实录。 这就极大的争取了蒙古人的支持,反过来让他们承认朱元璋的统治确实是一个高招。 朱元璋还曾经说,报国不分先后,宗世来响者接受一关。 最值得一说的是,他还以颁布诏令的方式大力提倡民族平等,如蒙古、色慕。 虽非华夏族类,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意,愿为臣民者,与忠夏之人抚养无义,黄明诏令、眷一。 对于蒙古人,他比努尔哈赤对待汉人的态度要宽容得多。 比如,即使蒙古女子不遵守规定,也只是被发配去官家为奴,但是在清朝,如果男子不剃发的话是要砍头的。 总而言之,朱元璋针对蒙古人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,也巩固了明朝统治。 朱元璋虽然残暴,但那主要是对那些他担心奋权的功臣,对平民百姓还是比较仁慈的。 这才能让明朝统治长达二百七十多年。 明朝并没有像秦朝,隋朝那样短命,这绝不是偶然的,跟朱元璋制定的早期民族政策不无关系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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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